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你昨天还不错哦 嗯,怎么样 我打不开了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奶茶是要开水,打不开 好啦,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正式入境,他国,国境,该怎么做 很多流程耶,其实我们刚刚在整理的时候啊 忽然崩溃 对,忽然崩溃,到底有多少的细节要求 我现在忽然懂得了,我可能打了疫苗的副作用 我现在忽然懂得了这些人 这些新手朋友或从来没有自己出国过的人 到底在害怕什么东西 我现在应该被打入凡间那种感觉 为什么,就是太久没出国了 对,然后当你去梳理这些 细节的时候 到底要还是不要,要不要写 对 然后到底要给什么的时候 不给,给不给 对,忽然间觉得 哦,难怪有的人会崩溃 没什么好崩溃的啊 因为每个国家不一样 在这边要先跟大家讲的是 每一个国家的规定 我们都要去遵守该国的规定 你不可以去跟某一国的移民官说 为什么那个国家就不用,你们就要 你大概就会被遣返吧 是,就不能吵哦 那个基本上移民官 那边是严肃的地方 非常严肃的地方 所以其实在整个入境的流程中 我们第一关会碰到的就是 你不管在哪里 但通常飞机上 他能给你都会给你 就是入境卡的部分 入境表格或入境卡 他有没有英文名字啊 他叫什么啊 每个国家叫的名字都不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 哦不一定 都不一样 像美国很机车就是取号码 哈哈哈哈 对,就是每一个国家给的表格 对的内容、大小、size 都不一样 是 有的框框很大 有的框框很小 对 你大概会想说 你要填哪一种文字 是 基本上都是英文吧 对对对 基本上都是以英文为主 没错 都是英文 那日本呢 日本会填汉字 有一个汉字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英文通用 所以你填英文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边 以大家常见的几个国家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哪些地方一定要表格 但是这个表格的话呢 如果是一般的航空公司 他如果有准备的话 他就会发给你 对 但是他如果发完的话 就会请你去机场 自己填写 对 在你要进入 移民官之前 会有一个小桌子 可以拿 可以写 这个就会开始 做一个时间上面的拉扯 管控 对 不是 我讲的拉扯 就是说呢 你填完表之后 你前面的人都肯定排队 不知道排到哪 天荒地牢 有些人会很紧张 为什么别人手上本来就有 对 为什么我都没有 对 就看航空公司有没有准备 有些航空公司会准备 有些航空公司 他因为库存用完了 OK 他可能会不见 反正就是不管 他有给你 你就跟他要 而且通常 如果他有准备的话 他会问你是哪国护照 对 如果是 每个国家 依照他使用的护照 可能要填的表格 会不太一样 唯一可以确认是 你是台湾人 回台湾 不用填 因为呢 在飞机上 每次回台湾的时候 然后台湾的机组人员 还是会问 会问说 需不需要台湾的入境表格 如果你是台湾人 你持有的是 中华民国护照 你就不用填台湾的入境表格 真的蛮 蛮多人搞不清楚的 对对对 而且蛮优惠的 因为其实很多国家 就算是本国人民回国 还是要填表格 对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 我们先把不需要的 先撇除掉好了 好 等一下再来讲需要的 像一般的 常见的国家 好像没有不需要的 欧洲 基本上大部分国家 就是你爱的国家 就是我爱的 因为我就是也不用签证 也不用入境表格 你只要就是护照 读过去 然后他就可以 依照你的schedule 你的那个旅行的行程 然后可能会问你一些 有的没的啊 你为什么要来啊 有时候甚至于都不问 对 我碰到大部分状况都不问 因为你是男生 好 我是女生 就一定会被问 而且如果又是一个人 单独旅行的 通常 这个在国际其实是一个 蛮通用的通则 好 所以欧洲大部分 我说大部分的 不是每一个 大部分国家是不需要的 但是像英国 他已经脱离欧盟了 对 他其实在脱离欧盟之前 他就本来就需要了 因为他想跟他不一样吗 但他们后悔了 但也没办法了 好不好 你说 对 他们后悔脱离欧盟了 OK OK 好 来大部分欧洲国家是不用的 但是如果有需要 或者是说 你不是旅游的目的的 那可能就会有其他的需求 那就不在我们这次的讨论范围当中 所以其实如果在 台湾这个邻近几个国家 香港的话 你如果持台胞证 是不用填写表格的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也是 持台胞证 也是不用填 好 然后日本的话呢 你入境还是要填写一个表格 所以呢 务必 如果你问他 有没有准备 在飞机上 对对对对对 飞机上有没有准备 就是下飞机的时候 赶快往前冲 不然真的会等很久 如果你在飞机上没有拿到 那你下飞机一定要记得 赶快到要进关之前的小桌子上面 去说去拿 自己拿那个自己拿就可以了 自己拿然后赶快写 通常都会 几个台湾人常去的国家 都会准备中文版本 通常 但是有可能会用完 所以你也不用强词 对就是通常 你看到你大概就知道他要写什么 而且他通常会有一个sample在那边 但我跟你讲 还是很多人不会贴 那怎么办呢 没怎么办 就是你先准备好那个国家的 上网搜寻很多人都有准备 大家都会写范本在上面 为什么我没做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很简单 对你觉得太简单 对 可是我们以后就是 去每个国家都要拍一下那个卡片 都有拍 但是我回来就会懒得 把它弄成文章 就觉得太简单了 应该大家都会了吧 没有 我觉得越基本的这个东西 大家会在进入新手村的时候 都会比较 比较怕 紧张一点点 所以 好 我们讲到日本嘛 然后通常还有新加坡的话 也要卡片 要填一个路径卡 对 然后印尼 泰国 其实都要 对 几乎都要啦 因为它是作为你一个入镜的证明使用 对 美国 美国的话呢 你如果是使用EASTA入镜的话 你只要填蓝色那一张 不用填白色那一张 什么东西是蓝色 什么东西是白色 它手上只会有这两张 对 它有一个 有个名字 它会给你是不是 对 它会给你 在飞机上吗 在飞机上 OK 蓝色的话是海关用的 白色那一张是移民用的 他们两个是分开的 有些国家会分开 你去日本也分开啊 日本也要填两张啊 对 对 日本也是填两张 通常有些国家会分成移民局 移民官用的 跟海关用的 日本就是海关跟移民官 对 移民官 我们再讲一次 移民官管的是人 对 海关管的是物品 对 很多人都是教他海关 海关海关 那其实不是 你第一个 你是人不是物品 对 你是人 然后在你户章上面 盖章的那一个 叫做移民官 immigration 对 好 往下走的话呢 其实就是 我们就要到移民官这边 接受审问了 不是审问啊 他要检查啊 通常移民官就是会看你来 来访的目的 OK 然后来访的天数 然后会不会造成 比如说逃跑啊 那个 他想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你 入境的方向 可能是哪里 那有些国家会问的非常非常清楚 你碰过最清楚的是哪一间 我碰过最清楚的是 芬兰 他问很多 他问非常多 然后通常我们去欧洲的时候 都会跳很多国 然后他会问你说 那你最后一天从哪一个国家 入境是什么走 然后飞机是从哪里飞 请你把你的回程机票给我看一下 你自己会准备行程表吗 会非常 一定要 因为你如果没有准备 你就会在那里站很久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卫生眼在看着你 因为你嘴巴上面很难去叙述这个事情 或者形成这个事情 尤其是你在一个人身地不熟 语言又不通的国家的时候 你就需要用文字去帮你辅助 我都建议这种东西 你尽量都是印出来 而且背着 你不要到时候再找 因为他一定会问你 就那几个问题而已 这个情况跟美国相当接近 就是美国其实也是 入境管非常严格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基本上 他会问你说 你来做什么 谁要请你来的 再度的提醒大家 在移民观这一个地方 千万不要乱开玩笑 也不要说谎 还有第二个 手机不可以拿出来 对不能拍任何的照片 对你拍的话 结果有人会发火了 你是可以被抓走的啦 应该这样说 抓去小房间 严苛拷问 他有合理的怀疑你有目的 对 然后再来是 有些国家他需要 除了需要入境表格跟护照 跟你的行程表之外 行程表是备用嘛 当然如果你可以语言 很流利的口述就没有问题 是 还有一个东西 还是准备 因为你在怎么叙述 你还是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某些国家 譬如说像英国跟俄罗斯 他可能会要求 你要有在地住宿的邀请函 住宿 如果没有邀请函 是地方记录可以吧 不可以 他住宿是在地方 对 就是有一个朋友邀请你 有一个朋友 或者旅行社的 联络 旅行端发出来的邀请函 他是邀请函 不是住宿记录 像英国跟俄罗斯 目前都是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是一个人去英国旅行怎么办 他会检查 他会问你说你有没有邀请函 然后或者是说 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的联络电话 英国比较 相较于俄罗斯来讲 俄罗斯是务必一定要有 没有 你就什么都不用进去了 对 但是像英国他就是会 假设像我是女生 他就会问得非常清楚 然后他会看那个邀请函 这样子 这个其实是看 真的就是看你 检合你的目的作证 对 因为其实像日 像美国的话 如果是商务邀请 就是因为他的签证 如果是签证的话 是混商务 加一般旅行 所以其实 没有独立的商务签证 就一般的商务拜访 开会那种 是不需要 额外申请 所以这种通常 我都会建议 如果你要去的国家 相对是入境 比较麻烦一点点的 要不你就跟团 要不你就请旅行社 都帮你代办好 这所有的内容 但问题是 这种 比如说你去美国的话 他就算代办 你通关的时候 还是得自己过 没有没有 我说的是 譬如说像俄罗斯这一种 他就会相对复杂很多 俄罗斯这一种 他就会相对 比较困难跟复杂的 那就除非你很有勇气啦 不然 你可以准备的很完整 不然就是尽量 都是以跟团为主 会比较好一点点 就是 尤其是那个语言 真的很不同 完全 所以我自己是 带团不对 带我妈那一团 带老人团 带老人团那一团 就是直接发一张行程表 对 每一个人都夹在你的护照里面 跟着你的签证 或者是你的入境表格 一起给他 因为通常是一个家庭 然后一起去接受移民官的 算是询问 通常 就是一个家族 这应该是美国吧 这是美国啦 可是像其他的 那你如果带小朋友的话 他还是会叫你一起啊 小朋友当然一起啊 但老人不见得啊 老人 对 除非你在你先通关 然后你跟他说 后面那一票都我的 OK 对 没有那有 反正其实每个国家的状况 其实都蛮奇特的 所以你分享我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有分享说 每个国家的通关状况 美国真的是最 嗯 奇特的地方 好 OK 除了人工的通关之外 某些国家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通关方法呢 呃 如果是比较好申请的 自动通关的部分的话 自动通关有分两种 一种是全自动通关 一个是半自动通关 谁是半自动呢 呃 美国 OK 美国的话 那个叫做 呃 Automation Passport Control 简称 A P C A P C 对 那就是你如果是持有 EASTA的那个 路径的资格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护照机 Automative Passport Control 然后 对 然后呢 程序是什么 程序就是 它有中文的 你就按照上面的步骤 点点点 OK 对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手太干 要按指纹的时候 可能会按不过 那如果说是比较全自动的话 像是韩国 嗯 那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可以申请自动通关 那这种全自动通关就是 过了 它就会 那闸门就开了 你就进去了 对 那我刚讲的是半自动通关 就是你过了之后 还要看到一个人 对 没错 就是 就是这个 它的一个差别 日本现在也慢慢的朝向 半自动通关 但目前还没有看到 嗯 我有 我有刷过一次了 怎么了 没有啊 就是他因为人潮太多 在东京 成田机场的时候 他就直接开放你 半自动通关 先刷一次 然后直接过去 就贴贴子就走了 哦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种是连人都可以不用见到的 呃就是像香港啊 我刚刚讲是香港跟韩国都是啊 意大利也是 呃台湾护照在意大利是有被接受 可以使用电子通关 还有一个应该是法兰克服 澳洲也是自动通关 那那个是你完全不用看到人 嗯 你就是刷了就可以进去的这一种 对 好 所以其实自动通关有这些呃差别 但是问题是他使用都是会有很多一些限制 不是你第一次 通常都不会是你第一次去就可以马上使用 通常会附带一些你必须要申请过 或者是有一些条件才能使用 像我刚刚讲的美国是要EASTA身份 他就可以用 嗯 但是像是香港的话 那个就要申请 嗯 然后韩国的也是要特别申请 意大利不用 意大利不用 所以我说每个国家的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你在入境那个国家的时候 你要查一下入境的这个程序 相关规定 而且其实会依照我们台湾跟其他国家 是不是有签订这个条款合约的进度而去做更动 所以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目前看到的话 应该是日本会有一些调整啦 嗯 就是因为他因为要迎接东京奥运 虽然不知道办不办得成 但是疫情之后 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后面会越来越接近这种自动通关 因为他要减少人的接触 所以他其实如果说很多状况 他会是用比如说是 我刚刚讲 可能半自动通关 或者是全自动通关的方式 去取代掉很多人与人的接触 接触 OK 好 那在这个通关的部分 其实很多妹妹嘎嘎 那有时候 要准备文件比较多 所以其实像美国 你刚刚讲的芬兰 所以他会看的佐证的资料 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非常强烈 建议你都把这些佐证资料 印成纸本 还有一个要特别提醒 他不是必要的东西 但是有些像是欧洲的海关 欧洲的移民官会想要要求要看的 看什么 深耕签证 深耕保险对不起 深耕保险 深耕不是不用签证吗 深耕保险 好 那他 那是什么 他是一个 在深耕区里面 相对于 他想要确认你在深耕区里面 如果生病或受伤 你是有足够的医疗资源的扣打 可以去负担这个保险的 这是在台湾保吗 在台湾保 OK 对但是他不是必要的 但是有些国家 他为了想要确认你 是不是有这样的财力 可能有些移民官会提出来 但大部分不会 我只有被问过一次 然后另外一个特例 就是说呢 通常我们在移民官拿表格的时候 通常会是连海关的表格一起读给他 看国家 有时候会看 有时候不会看 如果你海关的表格上面 有够特别的需要申报的商品的话 有些国家会在问你 你带什么 比如说美国 美国怎么这么多 他很惊喜 不是我跟你讲 我有一次就是带了五只狗 你带了狗做什么 对带了五只狗 救援的啊 动物救援组织带过去啊 然后因为他都没有跟我要文件嘛 然后我就傻傻的就拿在手上 就是他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 然后我那一天那一次的护照又刚好是全新空白 我这边特别讲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全新的护照的话 请你把旧的护照一起带着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小小tips啊 但是懒人包应该不用吧 好那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 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 你带了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需要特别申报的 在这些国家 如果他会检查的时候 请你把那些佐证资料 检疫文件啊相关文件一起给他看 美国会 OK 对所以那时候 我就是因为没有把那个狗的检疫文件给他看 所以我被叫去小房间 这些有关于比较特别的物品 或者是动物 或者是你一定要提报给 申报的 对的东西 你一定要事前特别特别的小心 而且美国是那种 你诚实的话 你反而不会怎么样 对 然后你不诚实的话 欧洲其实也是这样 对对的 就会罚很重的那种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犯了这个疏失的话 就请务必现场马上诚实 对对对 不要再狡辩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狡辩的场所 而且不要乱开玩笑 就是我要再讲一次 因为曾经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去英国的时候 是 他带了什么 他没有带什么 他只是很幽默的 跟移民官开了一个小玩笑 对 然后移民官就跟他说 我是有权利把你遣返回去的 对 对 所以不要乱开玩笑 这里就是人家问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对 那个不是一个开玩笑的场合 因为就连他问你今天过得好吗 他其实都在看你的回应跟标准 然后或者说 他问你说 那你是一个人吗 然后有些 譬如说像有些荷兰的移民官 他们会讲一点点中文 是 然后你会觉得 他是不是喜欢我 没有 他们其实只是在看你的反应 对对对 有没有虚心 其实移民官被训练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所训练的流程 就是要看你 是不是有非法移民的企图 比如说你会紧张 手会抖啊 眼睛冒汗啊 还是你的外套里面会掉出不该掉出的东西吗 行机诡异 左看看右看看 对 对 所以其实在移民官真的很多 很小的美感 对 所以请不要 就请你很严肃的通过这一关 你过了这一关 他张盖下去 你后 还没还没还没 要踏出大门 对 你过了这一关 要领了行李踏出大门 你才可以稍微稍微 就是确认你真的是进到人家的国家里面了 是 好 我们过了移民官盖了张 有些地方是贴贴纸 那不管 反正他一定会给你一些凭证 那贴贴纸的盖章就不用管 但是有些国家呢 他会给你一张小纸条 第二连或者是小纸条 尤其是像香港 香港是给一张小纸条 正方形的小纸条 很小 我没记错 新加坡有点时间没去 但是新加坡的话 他其实是第二连撕下来 所以其实 请你都把它夹在护照里面 没错 这个是你的路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不要乱丢 对 然后你的护照 最好用一个护照包 或者是小袋子把它装好 这些所有需要证明的文件啊 纸张啊 收据啊 你都放在里面 因为他给你什么 他可能回去的时候 他可能会 就要收什么回去 对 有些国家是这样子 但是反正就是给一个大家的一个概观 就是他给你什么 你全部都要留着 不要丢哦 不可以丢 好 我们终于可以走出来吧 走出移民官 走出移民官 这时候呢 接下来的程序呢 我自己啦 先去上厕所 你到这里才上厕所 我到底这里才上厕所 盖了张贴了贴纸 拿回你的护照 确定进到该国的国内 你才上厕所 对因为前面冲的比较快嘛 然后如果有等太久 对啊 因为行李通常会再等一下下 没有那么快 对 我通常也大概是领行李前上厕所 对对对 因为这个时间刚刚好 然后你也不要 不是你也不要 就是我也尽量避免领了行李 再到外面上厕所 因为像欧洲的治安 危险 就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你拎着行李又要上厕所 你其实是一个很好下手的对象 所以其实建议大家都在这个时间点上个厕所 领行李之前赶快找厕所 然后上完厕所之后再去拿行李就好了 因为毕竟这还在管制区里面 应该还有一些安全措施 而且很多镜头 监视器啊什么的 对对对 好 领行李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几个东西哦 OK请说 领行李的时候呢 第一个呢 通常啦 这一处区域还是不能拍照 对 基本上这两个区域 移民关跟海关 这两个地方都是不能拍照的 除非你拿到许可 而且很多地方会直接 直接贴一个镜子摄影 No photo 对的一个 高时在那边 然后这时候呢 会有狗狗来吻你的 有可能会碰到狗狗来吻你的包包啦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不要尖叫 然后也不要碰狗狗 对 因为他在执情中 OK 对也不能拍他 好可爱哦 我跟他拍照 不行 因为他在执情当中 OK 拿完行李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要讲 不要碰别人的行李 没错 你就拿你的 对 你别人的 你不要管 连摸都不要摸 对 一摸的话你会出事 也不是说你会出事 第一个是 出事机率会拉很高 第一个是 别人的行李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 是 第二个是 你不小心拿错行李 可能会有这个机率 可是请你赶快把它摆回去 对 对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的行李 里面是有一些隐藏危机的 危险物品的话 已经被锁定的话 你可能 你就会花很多时间 在这一个地方上面的 对 所以其实如果他需要协助的话 请他找 机场工作人员 帮他拿 因为那个 不管是认识的 或者是不认识 除非你们是一家人 帮忙拿自己的行李 对 不然别人的行李 除非是你们是同一团的旅行团 然后你们经过互相的同意 可以帮忙拿 不然 不要去帮忙别人带行李 也不要帮忙别人拿行李 是 是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往外走了吧 走出去就不能再回来咯 走出去就不能回来咯 对 那这个往外走的时候 这一关就是叫海 这一关呢就叫做海关 为什么你的海关在这里 是海关啊 对 你在干嘛 因为不是每个都有海关啊 哪里没有 欧洲 欧洲那个是深耕啊 对 深耕区没有啊 第一个关还是有海关啊 我从来没有停在海关过啊 有 欧洲的海关在哪里 他不拦 对 他不拦啊 对 我就是直接走过去 他有海关 对不起 我们两个在争执 他一直都有海关 他一定有 但是我在想 他在哪一个位置 就是出去的时候 那个门口 OK 西班牙确定 我非常确定有 其他国家我都没看过 没有 我没有留意到啦 没有 他直接走出去了 他那个有点像台湾的海关一样 就是你就是不管他 不是海关 就是一个那个柜台 对 就是一个柜台 可是 在几个国家通常都会检查 比如说日本 日本一定会检查 有的还会叫你把心理箱打开 大部分都会打开 就是抽检啦 对 那我就跟他 Nothing nothing Shopping shopping Empty Empty 要看就给他看啦 对 那但是呢 这时候呢 这边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有带一些食物的话 去别的国家 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像是美国跟澳洲 他们非常严格管制 各类食物的进入 纽西兰也是 他们连土都不能进去 纽西兰跟澳洲基本上两个是因为农业大国 任何的 因为这样子输入造成的那种虫害啦 嗯 伤害 这其实对他们农业影响很大 所以他们尤其是针对农产品的进入 会非常的 不一定哦 有的连露营用品都会抽检的非常严格 没有 一样的意思啊 就是土啦 没有 它的核心 核心概念就是农业 所以你的露营营丁一定要擦得非常干净 那个土的就是因为它的土壤可会带其他的虫软 嗯哼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农业 所以它就是只要是 你有没有去过农场那个打勾那就完蛋了 OK 对就是基本上就会要开始检查它的土 嗯哼 然后你的鞋底会被它刷啊 可能会被它刷得很干净 哈哈哈 非常好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 而是因为他们要保护他们当地的农业 那一个国家的规定 对对对对 因为有些国家它自己都是靠输入的话 它其实就没有在管海关的 我忘记是新加坡还是香港 好像是香港 嗯 香港没有在管那个肉品 因为全部都是输入的 反正都不要带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搞不清楚哪些可以带哪些不要带 尽量都不要带 都不要带 对会是最好的 对尤其是你回程 台湾是一定会肉制品 哦 猪的话 肉制品的话 一百万 好 所以其实在这一关里面的话 它比较会关心到 就是你有没有带不符合规则规定的 在海关这个部分 在海关的部分 所以通常的违禁品 刚刚已经有讲到肉制品 通常啦 如果你真的要带泡面 因为大家新手嘛 出国的时候 难免会饿 会受风寒 那你的话 你可以带那个素食泡面 素的或海鲜 或者是豆皮 豆皮泡面 素的或海鲜 不要带有肉的 对尤其是封面上面有肉块的 对都不可以 对这种泡面的话 比较安全一点点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在出发前的行李 就已经准备的时候 都已经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我们有讲到那么细吗 准备行李的部分 好像没有 嗯没有 对好 这个是入行的时候 那个会检查的部分 嗯哼 接着就可以出去了 然后就是这集就结束了 对啊 这样几分钟 刚好啊 对啊 接下来你就真的进到了这个国家的里面 你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哦哦哦 然后你就可以拎着行李 去没有自己的地方 这才是完成所有路关的所有步骤 包含移民加上那个海关 对 这部分 嗯哼 所以这个是我们帮大家整理 哦 杭巴朗朗也是讲了半个小时 因为他这个部分包含比较繁琐的程序 以及每一个人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 因为你在这边一稍不留神 你都可能因为疏失 而且叫不到脚油 对你都可能因为一点点疏失 你会让自己在那边搞很久 然后除非有人来协助你或怎么样 所以如果当有语言上的问题 请你说 呃 我需要帮忙 你需要帮忙 对 然后请你帮我找会讲中文的来 对 然后你也不用紧张 对 他们其实没有恶意 他们只是要确认你进来的目的 然后你相关程序是不是符合这样子而已 对 确认他的例行工作 嗯哼 那以上就是这一集咯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记得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做五星好评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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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